全天下父母的心声就是还我们安心的饮食环境可以吗 昨天传出商业周刊调查市售鲜乳六成 含有病运药 镇定剂以及抗忧郁的药物 而且做检测的还是曾经检测出三聚精安的 临传大学副教授陈良宇 这消息一出是吓坏了大家 但是农委会副主委王正腾不认为 他指出这次检测采非定量的方式 所验的结果都是药物在代谢过程的产物 直接判定是药物残留 这种检验方法恐怕是不够谨慎的 那么现在为求慎重 农委会在前天派人到遭点名的光泉 统一以及卫泉三大厂抽验 也将加抽查其他市售鲜乳乳瓶厂生乳 送交中央续产会检验室检验 最快明天就会有初步的结果 如果真的确定含镇定剂以及抗忧郁药物 不排除可能是要作为疏解乳牛胀乳使用 将会对源头开罚6到30万 直批教授是乱枪打鸟 农委会20号晚间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 因为市面上多款牛奶被周刊委托 学者检出有禁药残留 农委会出面解释 认为学者的检验方法不够完备 农委会提出检验报告 共有108项药物检验 从100年到今年10月 每年分别抽验400多件乳品 其中只有一件生乳不合格 农委会表示周刊检出的抗生素 镇定剂是准许用药有被验出的可能 但人工合成的雌激素没有核准使用 不排除是生产的源头出了问题 不排除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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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农有违法用药 那我们会进一步去查 周刊大胆踢爆 农委会承诺21号开始全面查验生乳 除了被点名的厂商要复验 其他产品也要普查 其中有CAS挂保证的品牌 更要彻查评管记录 就是担心CAS标章也失守 U电TV赖伟胜前念群 吴佩如台北报导